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到了大雪的节气 下雪几率或者程度会更大 24节气是根据黄河流域的季节进行总结的 中国很多地方比如东北 海南都和节气的天气不一致的 但也反映了气候的变化 只是东北等北部地区变化大 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变化小而已 雪在诗人眼里那绝对是能够激发灵感的事物 自古至今有很多关于雪的文章 诸如北风卷地百草折 胡天八月积飞雪 梅虚迅雪三分百 雪雀说梅一段香 孤舟作丽翁 独掉寒江雪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可见古代诗人对雪是多么的喜爱 那么我们不禁好奇 当大雪节气来临的时候 这些诗人都在做些什么呢 一起通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来看一下吧 江雪唐柳宗园千山鸟飞绝 万镜人踪灭 乌州梭立翁 独掉寒江雪 这首诗是唐朝诗人柳宗园在永州的时候写的 永州在湖南 永州能下这么大的雪 很怕已经过了小雪 考虑到永州的位置 应该是在大雪世界 这首诗的意境很好 朗朗上口 已经成为很多小朋友的启蒙诗 但实际上这首诗表达的 是柳宗园孤寂的心情 安史之乱以后 唐朝陷入了宦官专政和藩政格局的水深火热的阶段 唐顺宗永珍元年805年 柳宗园参加了王书文 集团发动的永珍革新运动 推行利益宽观 外置翻阵 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措施 永珍革新的目的其实是想重振朝廷的权威 但当时的反对势力太强大 革新很快就失败了 而柳宗园也被贬到永州做司马 实际上过起了被监视的生活 但是柳宗园并没有被打垮 还用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 诗中虽然写的是渔翁的生活清高 渔翁的性格不傲 但实际上在比喻自己 生活在类似陶渊明的世外陶渊里 也表达了柳宗园对现实的不满之情 叶雪唐白居易已压心枕了 附建窗户名 叶深知雪重 诗文哲诛生 白居易的叶雪写于 公元唐县宗园和十一年八百一十六年度 当时白居易四十五岁 官职是江州司马 因为白居易上书论在相遇次时被贬江州 其实这首诗的字面意思很简单 晚上睡觉的时候 感觉到被子和枕头非常的冷 感到惊讶 这时候看到窗户外面非常的明朗 这才知道原来是下雪了 而且下的雪很大 时不时的能听到竹子折断的声音 这是白居易在寒冷寂静的深夜中 看见窗外积雪有感而发 孤寂之情愈发浓烈 写下了这首夜雪 以上两首都是进雪来表达自己的孤寂之情 同时也表达自己的志向 单纯永雪的也有 比如下面这首 永雪宋复查都城十月雪 亭护浩以营 忽儿是青嫂 留半小窗铃 复查是北宋忠书 侍郎富瑶于重孙 这首诗写于北宋末年 当时京城便凉连下十天大雪 街上积雪迎户 雪光硬闯 让扫雪的人不要扫 留着可以让窗户更明亮 傅查家境富足 所以对雪就是欣赏和赞叹 实际上 傅查是一个非常有气节的人 他的事迹写进了宋史中一本传 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年 冬 傅查作为接班金国贺征战使 路上正好碰到金国太子墨迪布 这个金国太子就让他下跪 但是傅查距离力证 就是不下跪 最后被金国杀死 市中俗 雪塘罗尹进到丰年锐 丰年是若和 长安有贫者 魏锐不宜多 相比于单纯的永雪 罗尹的这首雪 显然表达了对穷苦老百姓的担忧 都说瑞雪赵丰年 但是丰收年又能怎么样 长安城里有很多穷苦老百姓 瑞雪不能有太多 合适就好 这首诗虽然是在写雪 但是却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愤怒 一方面丰收需要瑞雪 但是雪太多 那又会冻死很多老百姓 说明统治者并没有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 罗尹这是一种控诉 当然关于雪的诗还很多 这里就不列举了 由此可见 当大雪节气来临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诗人并没有那么好的闲情雅致去赏学 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志向 或者对贫苦老百姓的担忧 实际上在古代物质生活还远远没有达到温饱的情况 所以 借助雪来永至和控诉的比较多 单纯永雪比较少 或者有意不能很好地流传下来 实际上 无论贫富与否 到了节气或者节日都会隆重一点 只不过程度不同 所以 大雪这个节气还是有很多习俗的 民间经常有小雪腌菜 大雪腌肉的说法 过去受条件所限 冬天新鲜蔬菜很少 价格也贵 因此大家习惯于在小雪前后腌菜 大雪前后腌肉 冬天就靠着这些腌菜腌肉下饭 腌菜通常可以吃到来年立春 而立春过后 腌菜容易腐坏 不再适宜食用 不过腌菜虽然好吃 但腌菜中通常会含有氧硝酸盐等有害不治 因此不宜常吃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制作腌肉和腌菜的习俗 而且进入冬天以后 无论哪个节气都需要进步 俗话说三九不易冬 来年无病痛 其实这也是自然规律 北方的冬天万物都在休养生息 以准备来年能够更好的生长 而大雪的下一个节气就是冬至 很多地方的白天已经变得很短 农连大雪小雪 煮饭不惜腾说法 用以形容白昼短到了农夫们几乎要连着做三顿饭的程度 参考资料 宋史中益本传 月令七十二后集结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